胆管加12指长NK-2A KID 导管带线 使用软套管方式 用导致管称直导管 再穿入软套管并于导管接头锁紧 局部麻醉后 然后在穿刺处用手术刀划开皮肤 利用影像设备的导引 将21G 导引穿刺针 穿刺到胆管位置后 移走内针确定导管位置 将内针接头松开 并将内针移走 穿入点018引导钢丝 到达胆管位置 将导引穿刺针 沿着引导钢丝往后抽出 沿着引导钢丝 导入5French同轴扩张管 到达胆管尽端 悬开硬套管 将两件式同轴扩张管 外部护套往前推至胆管部位 然后移除同轴扩张管 硬套管部分 留下外部护套 将点018引导钢丝抽离 再将点035引导钢丝导钢丝 由小到大逐步地将通道组织称大 在影像设备的导引下 将导管沿着引导钢丝往前推送 使导管尖端进入胆管位置 并向下进入12指长并确定导管位置后 悬开软套管接头 将软套管与引导钢丝一并抽离 轻轻地将导管上的线拉紧 导管前端于引流位置 形成J或猪尾巴形状 将多出的线绕好 将扣环扣于导管接头上扣住 握柄转调 用影像设备再一次检查导管位置 内外引流时接上三通阀 即引流带 内引流时接上注射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